一代歌后李文7月初在家中离世 凤波过去两个月仍未平息 生前只有珍妮多次发声 即便中国好声音已经停播 但珍妮仍没有解恨 未知珍妮是否揭秘街上瘾 最近在期社交网不断爆料 近日前提到王夫复生外 更惊爆婚姻曾遭香港小姐介入 更点名钟楚红 引得一众网民纷纷吃瓜 已经70岁的珍妮1977年与复生结婚 但丈夫于1983年遇上交通意外丧生 珍妮在复生离世后四年 以人工术运的方式 为复生诞下女儿真佳平 不过珍妮说 当年就对第三者话题咬住不放 她在最新的贴文中 指王夫对第三者好慷慨 信用卡是夫妻共同持有 至今仍有小三支出单据保留着 生再复生 这是大手笔 我还是复掉了 珍妮承认自己曾去补老公出轨 但做法细想之后就觉得好愚蠢 她自曝曾去尖沙嘴旅馆捉奸 柜台迅速通知 导致她扑空了 事后她分析这是不冷静时的笨行为 珍妮坦言 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终究要说出来 到这个年纪不能再懦弱了 复生去世前的三个月 珍妮都没有见过丈夫 后来再见面 只看到冷冷的尸体 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怕她 阻止她和复生见面 珍妮和复生被誉为演艺圈的金童玉女 二人于1976年结婚 当时复生红遍东南亚 是张彻导演的御用小生 而珍妮也已是与邓丽君 凤飞飞齐名的歌后 1983年7月6日 复生拍完《花心大哨》后 在清水湾遭遇车祸 次日凌晨不治身亡 年仅28岁 回忆起当年的珍妮 直斥电影《花心大哨》的剧组 明知复生偷食 仍为其掩护 她怒斥这群猪鹏狗友 想尽办法阻止老婆找到老公 用力撮合小三上位 更解释自己已经患抑郁症 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心里舒服多了 珍妮对当年指导的导演最为不满 每看到那个导演 那个主持 那个小姐 风声水起 就更是我恶心不已 历史要强大 强大更强大 珍妮当年丧夫后 为复生守灵受尽委屈 她在灵堂披麻待笑 三天三夜 哭得不成人形 没想到花心大哨的剧组人员 集体到灵堂拜祭 彼时家人特意支走 珍妮到那堂休息 小三趁机夹在剧组人员之中 给复生上香 早已哭得筋疲力尽 无法再去争吵 珍妮还只当是人一做贼心虚 见到她时 会立刻转弯避开 重提当年事件 不少网民向珍妮送上慰问 更劝她放下过去 而珍妮亦看似当讲故事一般 但然道 如今只是有趣的话题 真人真是不生气 我像个说故事的老师 边说边笑 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 滑稽 据悉 电影花心大哨 拍摄于1983年 主演包括复生 谢贤 钟楚红 陈百祥 刘雪华 及钱惠一 珍妮曾经怀疑过 钟楚红就是小三 并且当面质问她 结果 钟楚红不但否认了 自己和复生有染 还反过来骂了珍妮一顿 说她是无理取闹的破妇 珍妮后来才知道 自己错怪了好人 原来钟楚红和复生 只是同事关系 没有任何暧昧 而最终珍妮确定 小三是一位港姐 而钱惠一是1981年的 港姐亚军 也是花心大哨的 女主角之一 钱惠一在1995年 与香港富商 马清阳结婚 为了嫁入豪门 她与父母决裂 并且放弃了 自己的演艺事业 她的婚姻并不美满 她发现丈夫不忠 并且还有暴力倾向 她于2022年提出离婚 并且要求分割财产 马清阳却不肯轻易放手 她出庭否认出轨 并且指责钱惠一患有精神疾病 两人的离婚官司 至今仍在进行中 至于珍妮口中 小三现在过得也不好 情况相吻合 事实上 珍妮一直坚守在复生的身边 即使在得知 她可能存在婚外情的消息后 她仍选择坚持 复生的死 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毕竟复生的身份不一般 她出身显赫 张家在香港是名门望族 在演艺圈同样身份不俗 她是武侠宗师张澈的弟子 与狄龙 蒋大卫等人是同门师兄弟 她的妻子是歌星珍妮 所以复生去世以后 警方非常重视 就连珍妮也成了嫌疑人之一 因为珍妮与复生在婚后经常吵架 而且出车祸的那辆跑车 也是珍妮送给复生的 虽然经过警方调查 证明了珍妮的无辜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对珍妮持怀疑的态度 复生的胃不好 珍妮就不让她喝可乐 她也非常的听话 有一次拍戏的时候 剧组发可乐 复生不喝 大家好奇问为啥 复生说自己的妻子珍妮不让 剧组的人就开始调笑她气管炎 还有一次剧组里人的起哄 让复生请客吃饭 但是她当时身上只带了20块钱 就开玩笑说老婆只给了20块钱 但是最后这件传到最后 成了珍妮为人刻薄 只给复生20块的零花钱 八卦媒体看热闹不嫌事大 总是在这一对夫妻身上 编造各种没有下线的新闻 这让珍妮看得非常气愤 为了证明自己不刻薄 所以在复生生日的时候 直接送了她一辆保时捷跑车 也正是这辆车 要了复生的命 1983年 复生去清水湾道片场拍戏 发生了极其诡异的车祸 最终不治身亡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年恰好是李小龙去世10周年 另外一诡异的事情就是复生哥哥张震生的证词 初时当晚 我们行驶至现场附近 四周漆黑一片 当时因为天气闷热 车窗是打开的 她突然发觉有一阵阴风吹入车内 我看向弟弟复生 发现复生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 她顺着复生目光看过去 却发现马路中间 有十几个穿着运动装的人对我们招手 一边还说跟我们一起去玩啊 这时我感觉到双腿被一种强烈的力量控制 完全无法移动 踩不了刹车 百般挣扎间 车辆失控撞向山边 发生猛烈碰撞 我就失去知觉了 在昏迷前 我竟然看见弟弟站在马路前面跟我挥手告别 然后跟随那些穿运动装的人 在雾中消失 这段笔录让警察大感怪异 有些人说是张震生车祸晕倒时出现的幻觉 但也有些人却分享了自己的某些经历 来力挺张震生说的可信度很高 就连车牌号 AD83也被过度解读 复生的英文名叫Alexander A 而D则是死亡英文单词带的首字母 83是年份 总之 复生的英年早逝 给他的死亡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不过这些与珍妮无关 复生的去世 给他造成了毁灭式打击 这个在婚姻中总闹情绪 总把离婚挂在嘴边的女人 在丈夫真的离开以后 才知道有多么在乎这个男人 这无疑十分的残忍 而且绝望 珍妮根本无法接受丈夫去世的消息 直接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企图跟随丈夫而去 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给救了回来 在这之后 珍妮曾经多次寻死 家人没有办法 只好把她给绑在了椅子上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珍妮才肯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内心的伤痛 却始终不能痊愈 珍妮开始用大量的工作来麻痹自己 那两年她开了不少演唱会 在香港红看会馆 珍妮在唱道 此刻找不到声的意义 人活但如死的时候 忍不住失声痛哭 可见她有多么痛苦 1987年 复生已经去世四年了 珍妮内心的伤痛 一直不见减少 在这年 珍妮彻底淡出歌坛 一个人悄悄来到了美国 生下了一个叫Melody女儿 几年后 珍妮带着女儿回到了香港 直接震惊了娱乐圈 孩子的父亲 成了大家探索的对象 八卦媒体更是兴奋极了 开始疯狂爆料珍妮的私生活 有的媒体说她找了一个大款当情人 有人说她在美国包养了小鲜肉 然而 对于这些消息 珍妮闭口不谈 但是也会大大方方的带着女儿参加节目 女儿很有天赋 会跟着母亲一起在舞台上轻声哼唱鲁冰花 不过 那时候的香港还很乱 在黑道势力绑架了珍妮的女儿 企图从她身上敲诈一些钱出来 后来珍妮找人才把女儿救了回来 从来以后 珍妮彻底从香港娱乐圈消失 带着女儿回到了台湾定居 直到2011年5月 台湾歌手陈莹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突然透露 大约在七八年前 我心血来潮问珍妮 孩子的爸是谁 结果她说是复生的 我吓一跳说 真的假的 她回我说 我有必要骗你吗 原来当年电影圈 有一些武行演员 在拍戏的时候 意外受伤导致不能生育 这就给很多男演员上了一课 像是复生 陈关泰等武打明星 都在医院冷冻了自己的精子 以防发生意外 专业医生也证明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冷冻精子的技术 诞生于八十年代初 也就是说在复生去世之前 这种技术确实已经诞生了 涉事零下196度的液态氮 来冷冻精子 过了100年都还有术运的能力 更何况才过去四年的时间 而Melody的长相也确实非常像复生 这也给她确实是复生的亲生女儿 增添了一丝真实性 为王夫生女的消息曝光之后 珍妮让无数人感到钦佩 那些质疑珍妮的人 这一次终于闭嘴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非议珍妮 你女儿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 是不是对你女儿不太公平呢 对于这一点 这些人想太多了 珍妮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人 一个人也可以把女儿照顾得很好 对于Melody来讲 父亲复生也只是一个名字 对父亲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只记得小时候 房间里摆满了父亲的照片 知道母亲很爱她 哪怕是到了现在 母亲也没有忘记父亲 这么多年以来 珍妮的亲戚朋友 都在劝说她找一个另一半 结果都被珍妮拒绝了 她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可以挑战任何的事物 但不包括婚姻 有一次就够了 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她离开过我 如今珍妮已经年过七十 女儿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早已经成家立业 现在的珍妮生活得十分幸福 快乐地享受晚年生活 不过她依旧记得复生 每年复生忌日的时候 她都去拜祭 如今在说起望夫出轨的事 珍妮已表现得很淡然 想必在这段婚姻中 她爱过也恨过 如今都成了经历过 娱乐圈少了一对神仙眷侣 却多了一个勇敢的天后 当更 strangely倒了一对神仙斯